我常常都夢想我有三百億 我最想要的是 我有一個資金 去養起一群人 他們想怎樣創作 怎樣製作都可以 我常常都希望 我可以起碼在最後一堂 鼓勵到我的同學做一件事 就是在你畢業之後 至少試一次 你真的很想做的那件事 至少給自己一個機會 對我來說 我到現在 我會覺得我最開心的是 我回頭再選擇 我選不到另一條路 我選不到你叫我 不如試試做另一條路 我想不到另一條路 那時候當然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想的東西 和你想的東西 其實是很不同的 我理解不了他的計劃 但他就要你去做他的計劃出來 很難說兩個人 真的並排 同樣那麼高那麼大 而一起可以在同一個故事裡 作主 是不行的 即是 梯圖一樣 你都要有一個是作主 因為其實是兩個腦 想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同學就難一點 同學交功課 我不知道最後他們是怎樣打出來的 但我是特意逼他們這樣做的 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創作 你一定要經歷的 而做編劇 首要 重中之重 首要的是你一定要有創作 不要永遠只是一個腦裡 我想故事這樣 你想到天花龍鳳 什麼都可以 你唯有是將它寫出來 你才知道你的故事有什麼不是 還有你才能經歷到 創作的真正流程